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伊多 最近很多朋友发现,澳洲大盘近期发生了下跌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以及未来的转折点在哪里呢? 需要关注哪些指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澳洲股市的组成 从ASX的板块分类中可以看到 无论从市值还是数量来看 材料和银行两大板块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本次整体大盘的下滑 正是和这两个板块脱离不开关系 具体来讲,ASX金融板块约占ASX200的28.8% 四大银行CBA、NAB、VSPEC、NZ以及麦考瑞银行 仅在ASX200中就占据23.5%的权重 此次大银行在硅谷银行破产后 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上周五澳洲国民银行股价下跌约3% 而西太平洋银行和澳新银行的股价都下滑了约2.6% 由SVB传导到澳洲银行股 主要的原因还是投资者的担忧 与美国宏观政策节奏类似 尽管加息幅度不同 澳洲也在加息稳通胀的步伐中 投资者不免会担心 澳洲银行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因此澳洲四大银行股全部下跌 其他银行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下跌 这导致了过去三个交易日的损失惨重 不仅是XX200银行股 还有全世界的其他银行 另一方面 近几日的矿业板块也在下跌 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 与美国硅谷银行的事件也分不开关系 硅谷银行的破产导致了全球性的恐慌 澳洲股市中的投资者 纷纷将矿业股中的资金转移到 如黄金这样的避险资产当中 而逐渐撤出了股市 于是也导致了澳洲矿业股的下跌 其次 美联储的数次加息和最近鲍威尔的一再超英政策 也导致了除贵金属外的大宗商品呈压 传导到上摇矿业也导致了矿业股的不景气 综合以上的分析 澳洲股票中两个大板块 银行和矿业都发生了下跌 最终导致了整个ASX的下行 澳洲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还离不开美联储的利率超英政策 整体来讲 澳洲股市接下来还是会跟随美联储的宏观政策走 那美联储是否还会维持鹰派作风呢 经历过硅谷银行这一事件之后 想必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会将这一事件考虑到当中 那么接下来本周的议席会议就比较重要了 如果加息慢下来 甚至于提早结束加息 这将无疑给包括ASX在内的全球股市一个利好的信号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订阅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